四年前 台灣民眾黨成立的時候 黨員只有110個 但是到了今天 我們已經黨員超過1萬個 而且還很快速地在增加 四年後的今天 我們已經在台灣的政治版圖 佔有一席之地 而且還在茁壯成長 所有的這一些 都要感謝我們所有的黨員 在過去四年 堅持我們台灣民眾黨的政治理念 今天我們才有這些成績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我們也謝謝我們這些黨公子 在忙碌之餘 今天還來現場熱情參與 那麼我們今天南投縣黨部的主委 剪千翔議員 還有林瑞翔代表 正在仁愛鄉的災區 在幫忙 也希望災區 在他們的努力之下 可以盡快恢復正常 今天我們要謝謝籌備黨慶的工作人員 我們雖然人數少 但是充滿了相信力 我們資源有限 但是創意無窮 我們勇往直前 所以可以走得很快 那更要謝謝今天有很多的志工 聽說一開放報名就有三千人來報名 因為你們的加入 讓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這是很大的鼓誤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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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四年來 我們堅持以台灣為名 以民眾為本 堅持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法治人權關懷弱勢的普世價值 來取代藍綠對立的意識形態 我們堅持台灣的整體利益 跟人民的最大福祉 也因為堅持 我們才能夠克服這麼多的困難 走到這個地方 兩個月前 很多人還是不相信 台灣會有第三勢力的空間 今天我們在這裡 證明我們做到了 我們做到了 台灣走向民主政治三十年 固然有其成就 但是政黨政治卻越來越齊行 南綠兩大政黨輪流執政 但是除了統獨以外 實在看不出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三十年來 這種齊行的民主發展 沒有在台灣內部形成共識 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分裂 三十年來 越來越多的台灣人 希望可以擺脫藍綠兩黨 聯合壟斷的局面 越來越多的人民 希望政治人物可以真正面對 台灣所面對的問題 而不是喊口號打高空而已 三十年來 因為藍綠而製造的對立 我們台灣民眾黨會用是非來彌平 三十年來 因為民粹而製造的困境 台灣民眾黨會用專業來解決 三十年來 兩黨做不到的團結 以無法完成的民主甚化 台灣民眾黨讓我們來完成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這一刻 台灣也面臨一個關鍵時刻 2024年的大選 關係著台灣的未來 到底 我們會是讓人民更加幸福 還是繼續 在痛苦的深淵當中打轉 曾經 世界經濟襲擊 亞洲四小龍 台灣籍銀卡巴 東亞的民主燈塔 這些關鍵字 是台灣在世界舞台上的代名詞 但是現在 這個高房價 高房租 高工時 低薪資 司法不公 詐騙橫行 網軍治國 媒體控制 然後勞保 健保 年年虧損 電力不足 頻頻跳電 還有缺水 缺電 缺工 缺地 缺人才 甚至連蛋都缺 這樣的台灣 是你們要的嗎 不是 對 對 三年前 小英總統還告訴我們說 中央政府編列預算 達到二十二年以來的收支平衡 這是有史以來最有財政紀律的政府 政府公然說謊 政府公然說謊 他是要成立國家打炸隊 我看現在的中央政府才是真正最大的國家詐騙隊 沒錯 國家打炸隊 這樣的台灣是你想要的嗎 不是 在政府將特別預算常態化 七年來這個特別預算的總金額已經超過兩兆 已經比扁馬兩任政府的兩倍還要多 現在我們台灣的政府負債已經達到了五兆九千九百三十八億 大概就是將近六兆 平均每一個國民的負債是二十三 二十五點六萬 同樣的 讓台灣債留子孫 這樣的台灣是你們要的嗎 不是 我們的房價越來越高 在小英任內 臺灣的房價平均上漲了二十七Percent 房租連續十四年上漲 現在不是買不起房子的問題 現在是連租都很困難 結果賴清德說房價再降 這種領導人是你們要的嗎 不是 我們不能讓那一些 用選票選出來的政治人物 反過來再踐踏民族 三十年來 藍綠無法落實給人民的承諾 這一次 就讓台灣民眾黨 讓柯文哲啟動政治革新 讓我們重新相信 美好台灣 相信美好台灣 柯文哲會堅守創黨時的理念 不因少數的利益 犧牲多數的利益 不因短期利益 犧牲長期利益 不因政黨利益 犧牲國家利益 當然更不會像目前的民進黨 為了派系的利益 而犧牲了整個國家的利益 我會把民意 專業 價值 這種施政準則 代進總統府 代進行政院 代進各部會 臺灣的選擇 我們會落實開放政府 全民參與公開透明的運作方式 以清廉 勤政 愛民 愛鄉土的從政所責 來服務這個國家 我在台大當醫生的時候 從來沒有去問過病人的黨籍 當一個病人送到台大醫院急診處 我們也沒有問過他說 你是哪一黨 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同樣的 我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也沒有去問過我的市民 你的政治傾向是青藍的 偏藍的還是偏綠的 我認為一個新的主張 只要生活在臺灣 認同臺灣 他就是臺灣人 既然都是臺灣人 為什麼要在自己的同胞裏面 製造分裂 製造仇恨 這是我們要解決的 所以 柯文哲當選臺灣總統 絕對遵守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對內建立連能政府 興利儲弊 對外走務實路線 爭取臺灣在世界最大的生存空間 柯文哲和臺灣民眾黨 會堅定地捍衛臺灣的主體性 捍衛臺灣 我們還是認為 臺灣必須有足夠的國防來保衛自己 所以 國防預算還是要增加到GDP的3% 兵役的預期增加為一年 重點不是時間 重點是訓練的內容 所以我們要讓國軍有先進的訓練和裝備 打造一支能作戰 能打勝仗的軍隊 面對國際 我不會搞大外宣 而是務實地尋求 經濟合作 文化交流的機會 臺灣是一個積極的海洋民族 我們要讓臺灣走出去 世界走進來 讓世界看見臺灣 相信 美好臺灣 我的兩岸政策就是臺灣自主 兩岸和平 我會在確保臺灣人民保有現有的 民主 自由 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之下 來跟對岸交流 對話 解決兩岸人民在經商 學習 生活的實際需求 我們會以五個互相 就是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還有互相諒解 來促進交流 增加善意 讓兩岸的惡意螺旋可以降低 減少兩岸之間 發生戰爭的風險 對內 我們會推動產業發展與能源轉型 淨零排放是臺灣未來三十年的產業總指導 綠色城市 環境永續 產業韌性 這是一個主軸 我們要引導民間的資源 協同政府來達成 2030再生能源佔比40%的目標 十年內 電動車輛 充電樁至少要方便 電網要智慧化 水資源回收利用率也要倍增 在人才的培育上 鎖定綠能級AI產業 全面推動雙語教育 國家財政部份貫徹財政紀律 減鎮清稅 以減輕勞動階級的負擔 面對高齡化少子化的國安危機 長照 脫嬰 幼教的體系 公共化 並於都會區廣建社會住宅 至少要達到住宅總數的5% 柯文哲會像過去一樣 盡自己的最大力量 從每天早上7點半 一直工作到半夜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唯一的選擇 柯文哲 我們要讓改變成真 可以在全台灣發生 好事發生 在變成真 各位夥伴 2024年是翻轉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我們一起改變政治文化 我們一起完成政黨輪曆 我們一起打造美好台灣 相信美好台灣 各位夥伴 離總統大選只剩下5個月 我也相信在未來這一段時間 這個網軍 側翼 名嘴 抹黑 抹紅 造謠 謾罵 一定會越來越多 但是我也相信 在這個關鍵時刻 會有更多的人 願意為了自己 為了下一代 為了台灣 一無反顧 挺身出來拼一次 一起拼一次 一無反顧 拼一次 各位夥伴 我們希望未來的台灣 大家都有一份工作 而且薪水還不錯 有社會住宅 現在 就算買不起 至少他還是可以租到一個相當好品質的房子 我們出門就有方便的大眾運輸 年輕人敢結婚 敢生育 敢養育小孩子 我們老老年人可以過著一定水準的生活 而且有很多高齡前瞻運動中心 讓大家可以去運動 維持一個健康 我們有居家醫療 有遠距醫療 更重要的 我們的薪資要能夠追上通膨的速度 最後大家只要肯努力 買得起房子 可以享受一定的生活 各位夥伴 請相信自己 相信柯文哲 和我們一起改變政治文化 翻轉台灣的命運 讓我們一起義無反顧聘一次 義無反顧聘一次 一起成就美好台灣 相信美好台灣 四周年 我們一起聚集在這裡 讓我們相信 We can do something impossible 讓我們一起拋開軟力 完成政黨輪替 帶來美好台灣 謝謝大家 謝謝 台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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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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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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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